歡迎來到音樂家的無聊人生 我是海牛 身為一個音樂解說的頻道 我一直都在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古典音樂會這麼無聊呢? 小時候我常常有一個經驗 就是我去參加一個音樂會 結果當我坐在觀眾席裡面的時候發現 OMG我完全聽不懂台上在幹嘛 那因為聽不懂嘛 所以就會很想睡覺 但這時候同時又會很擔心 坐在我旁邊的觀眾會鄙視我說 這個人怎麼這麼沒有音樂素養啊 真是沒水準 於是搞得我小時候 覺得聽古典音樂是一件壓力超級大的事情 我相信這樣的經驗 應該很多喜歡古典音樂的人都跟我一樣有過 所以當我長大自己成為一位音樂家之後 我就立志要找到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然後也幫觀眾們克服這個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今年暑假 我舉辦了兩場全新型態的 而且絕對不會讓任何人睡著的音樂會 是的 長期有在關注我們頻道的觀眾應該都知道 今年8月我舉辦了兩場有一點不傳統的音樂會 標題叫做回不去的家鄉 蕭邦的幻想與波蘭 在這兩場演出裡面我做了很多新的實驗 想要讓音樂會變得更有趣 包括我會講故事啦 跟大家互動啦 還有找了劇場導演跟燈光設計的合作等等等等 演出完之後也收到了很多觀眾的回饋 所以今天這集啊 我除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舉辦這兩場演出的心路歷程 還有演出的幕後以外 更主要是要跟大家聊一聊 我覺得古典音樂產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願意去聽音樂會的觀眾變得越來越少了呢 我們到底該做出什麼改變呢 以及我在我自己的演出中做了哪些實驗來面對這些問題 古典音樂會的形式啊 從古到今發展了好幾百年的歷史 我覺得它到了現代社會之後 最大的問題簡單來說有三個 第一個問題 它的形式太過制式化 每場演出的過程不外乎就是 音樂家上場然後敬禮演出一首曲子 然後敬禮下場 就是同樣的過程再來一次 音樂家上場敬禮然後演奏另外一首曲子 然後再敬禮又下場 然後再這樣子一直無限的重複 直到音樂會結束 整個過程非常的死板 而且造成了另外一個問題 也就是第二個問題 缺乏互動性 在這麼制式化的音樂會流程之下 音樂會就變成是 我彈我的 你聽你的 表演者幾乎不會跟觀眾有任何的互動 就跟你在YouTube上面看一個 音樂家的演出的影片沒有任何的差異 在這個講求表演的 沉浸感的後疫情時代啊 像這樣子沒有互動的演出就非常的烈勢 第三個問題 跟觀眾的距離非常遙遠 古典音樂會裡面演奏的曲子啊 要不是上百年以上的經典 就是艱深難懂的當代作品 在沒有足夠的背景知識之下啊 欣賞起來是非常吃力的一件事情 這時候如果音樂家又跟台下的觀眾 沒有任何互動 或解釋他在演奏的東西是什麼的話 那觀眾就會覺得 音樂家跟他的距離非常遙遠 遙遠到哪裡對他的表演產生共鳴 以上啊就是我覺得現在的古典音樂會形式 存在的三個最大的問題 但是這些問題其實並不是從以前就是這樣子的喔 在很久以前的音樂會啊 可能並不總是有這些問題存在的 比如說啊 史上第一個發明鋼琴獨奏會的音樂家李斯特 在他的音樂會裡面啊 你會發現他不只喜歡跟觀眾互動 有時候也會讓觀眾現場點歌或出題目給他談 像是這樣 嗨 本舊 喔 小姐們今天想聽點什麼呢 嗨 別說了 我好像把我的內褲送給他 小姐們 冷靜冷靜 真拿你們沒辦法 這樣好了 你們最近最喜歡聽的歌曲是什麼 講一個給我 我就把它即興彈成鋼琴曲好不好啊 好 我想要聽摩迪 我想要聽貝里尼的諾瑪 我想要聽羅西尼的威廉泰爾 喔 莫扎特的彈球凡尼好像也不錯 好的好的 那位小姐叫罪大聲 那我們今天就來談莫扎特的彈球凡尼好了 所以啊 因為跟觀眾有很多互動 加上他彈的都是時下最流行最熱門的歌劇改編曲 所以里斯特跟觀眾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親近的 整場音樂會參加下來的體驗是非常有趣非常好玩的 很可惜啊 像這樣子生動活潑的音樂會形式並沒有成為一個常態 到了20世紀之後 因為種種原因 古典音樂會的產業變得越來越嚴肅 造成音樂會的形式也變得越來越智慈化 最後就成為我們現在看到這樣子死板的樣子 至於是什麼原因造成古典音樂會變成現在這麼嚴肅的樣子呢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以後我們再找時間來深入討論這件事情 不過我覺得現在古典音樂會存在這些問題 其實都可以歸咎到同一個原因 那就是這個產業越來越不重視觀眾們的體驗 什麼叫做不重視觀眾們的體驗呢 我們以單口喜劇這個東西來當例子 想像一下一個喜劇演員 他有一個超勁爆的笑話 每次在喜劇俱樂部裡面講這個笑話的時候 觀眾都會笑到不行 但是有一天他過年回老家的時候 把這個笑話講給家裡的長輩聽 結果沒想到換回來的回應卻是他們滿臉的困惑 孩子啊你是什麼意思啊我沒聽懂 在這個例子裡面這位喜劇演員 就是忽視了這群觀眾們的體驗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他忘了考慮這些長輩們 可能對流行文化網路迷因或是年輕人的語言 並不是這麼的理解 因此這個笑話本身無論有多麼好笑 他都無法對這群觀眾產生效果 進而造成非常糟糕的觀眾體驗 簡單來說一個表演要能夠成功 表演者要在意的不只是自己的表現好不好 也要設身處地的為觀眾著想 他們能夠在你的表演中體驗到什麼 同樣的道理我們來看看古典音樂圈 我覺得我們音樂家很常就會有同樣的狀況 就是重視自己的表現 盛過觀眾的體驗 以我自己為例啊 我以前在皇家音樂院裡面的時候啊 學校裡面都是要求我 要把音符彈清楚 要把音色彈得漂亮 技巧要練好 風格要正確 等等的事情 卻很少人會要求我去思考 我的演奏能夠為觀眾帶來什麼東西 比如說一首超級無敵難的當代作品啊 我可能會花很多時間嘗試把這首曲子練得很完美 注入很多我自己的詮釋 但是卻從來不會去思考 觀眾聽了這首曲子到底會有什麼感受呢 他們有辦法消化這首曲子裡面這麼多的資訊嗎 他們有這個精力去理解我的詮釋嗎 像這樣子不在乎觀眾體驗的狀況啊 在音樂學院裡面是非常常見的 但是隨著我的演奏經驗越來越多 我就越來越覺得這樣子的狀況非常不尋常 因為啊 任何一個想要長久運作的表演形式 都必須要以觀眾的體驗作為出發點 如果觀眾體驗不到任何東西的話 無論音樂家表現得再好 那也不過是我們自己在自嗨而已不是嗎 因此啊我就開始思考 如果要讓觀眾願意來聽音樂會的話 那我們該如何努力的為他們帶來良好的體驗呢 我們要如何讓音樂會不再自嗨化 不再缺乏互動 不再距離遙遠呢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聊聊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我在我自己的音樂會裡面做了哪些實驗吧 首先第一件事情 在我的音樂會裡面啊 為了要讓大家拉近跟這些曲子的距離 所以我不只會在鋼琴上面演奏 有時候我也會轉過身來跟大家說說話 用直接口述的方式 跟大家介紹這些曲子的創作背景跟手法 有時候也會拋出一些問題跟觀眾對話 那如果要理解肖邦啊 我們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先理解什麼是波蘭 肖邦一輩子寫了很多關於波蘭的音樂哦 就連他人生第一個作品啊 都是一首波蘭舞曲 哇好可愛哦對不對 如果你認識一個七歲小弟寫出這樣的曲子 你會不會覺得他很厲害 我是覺得很厲害 介紹了這些背景知識之後 大家在聽我的演奏的時候 一定就更能夠感受到曲子裡面 這些精彩的地方在哪裡了 對不對啊 錯 不一定 我覺得啊 以我自己的經驗 這樣子的方式太像是在上課了 開什麼玩笑啊 誰喜歡上課 是的 這點我當然非常清楚 其實像這樣子一邊解說 一邊演奏的音樂會形式啊 早就行之又年了 一般被我們稱為叫做 解說型音樂會 但解說型音樂會 通常都是發生在比較學術性的場合 而且很難具有票房的吸引力 因為比較資深的觀眾會認為 蛤解說 我才不是要聽你解說咧 我早就知道這些知識了 而一般的觀眾則是會認為 蛤解說 那是要聽年講 那有什麼好玩的 為了要避免這樣的狀況啊 所以我們在音樂會裡面跟觀眾說話的時候 就絕對不可以像是在對觀眾說教 而是要轉換我們的思維 變成像是在對觀眾說故事 而這就是我覺得最關鍵的地方所在 法國作曲家克爾托他就認為啊 這開頭的四句話就像是這一對男女的對話 首先是這個女的問 你真的愛我嗎 接著這個男的回答 我當然愛你啦 當一個男的在故事的一開頭 跟這個女的發誓說 我絕對不會變心的時候代表什麼呢 代表他一定會變心 但是跟這個黑暗又混亂的A段相比起來啊 到了這首曲子中間的B段的時候 變成了一段非常優美又寧靜的旋律 這段優美的旋律 就像是一個人在深夜之中的獨白 有些人認為這個旋律啊 就是在像上天祷告一樣 聽到說故事這三個字啊 你大概直覺會想到的就是那種 有人物有場景有劇情的那種說故事 但是我指的說故事其實不是那種意思啊 而是指把一件事情的脈絡敘述出來的一種方式 比如說啊在一首曲子裡面 作曲家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寫下這個和弦呢 這裡面有什麼脈絡呢 還有什麼考量呢 會產生什麼效果呢等等 這種會引起觀眾興趣的一種敘述方式 說故事這件事情啊經常被人們忽視 但它其實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我相信經過好的設計與創意 再怎麼生硬的音樂理論或是任何領域的知識 都可以被講成精彩動人的故事 這就是為什麼在準備這場演出的時候 除了戀情以外啊 我花了更多的精力在這場演出的腳本上面 所有的情節所有交代資訊的方式 每一個跟觀眾的互動都是經過非常精心的設計的 目的就是要讓整場演出有一種連貫性跟流暢感 我的目標啊 就是要讓整場演出本身能夠成為一部藝術作品 因此除了資訊的傳達以外 我的腳本裡面更注重的 其實是如何像是在說故事一樣 創造一個情緒的起承轉合 比起一個輝煌世界的幻滅 我想對蕭邦來說真正讓他心痛的應該是 他知道自己再也沒有辦法回到記憶中的那個故鄉 所以啊蕭邦心中所期待著那位英雄 也許根本就不是一個可以拯救全世界的救世主 而僅僅只是一個可以讓他從無家的痛苦之中 解脱的一個幻想而已吧 人都喜歡聽故事 我們聽故事的時候 享受的往往並不是故事的本身 而是故事如何被敘述的方式 因為敘述故事啊 本身就是一種表演 一種藝術 因此啊一個故事 即使你已經知道結局了 只要說故事的人表演得夠精彩 你也會願意把這個故事聽過一遍又一遍 如果故事說得好 新手聽眾就可以透過故事 輕鬆地接受人們對他來說很遙遠的知識 而資深樂迷也可以從敘述故事的表演之中得到樂趣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啊 才能夠確保 無論是資深觀眾還是一般觀眾 都同樣能夠享受在這場演出之中 沒有任何一個觀眾會被排除在外 作詞為作曲作詞ени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像这样的剧本还有说故事的想法 虽然听起来很理想 但是要让它可以顺利运作 其实需要很多剧场的经验才行 而我自己当然也知道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能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请了几位剧场界的朋友 一起来合作 这是我们的舞坚 不介意被拍吧 不介意 喜欢 喜欢是 你想被拍是吧 这是我的导演 他在紧张不要烦他 那你们不是要录一些智障影片吗 智障影片吗 没办法 现在还没有 好 这边是 我们的灯光师 对对对 身为一位音乐圈的人 如果没有剧场界的朋友协助 我还真的没有办法完成 自己心中想象的演出 像是我们的导演安迪 就指导了我在舞台上 如何表演的一些事情 然后接下来你会讲到 要理解肖方式 要先理解什么是波兰 这个时候因为左 你帮我往右的时候 然后看一下后面的投影 我自己想是可能 可能他 他到时候会是政策吗 我站在这边可以吗 上海你想要离钢琴多远 我应该要等静管台 你帮你抓 但是应该会离 一段距离 好 那大家猜猜看喔 你觉得肖方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的年纪呢 你觉得他是一个 三岁 三岁 你觉得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还是一个中老年人呢 中老年人 直接告诉大家答案 哈哈 肖方写这首曲子的时候 他只有十九岁 为了要让演出的时候 舞台上的画面 能够发生更多事情 所以我们的灯光设计师亚云 就为我们设计了很多 很酷的灯光设计 给大家偷看一下 我们的灯光配置 这个是舞台的边缘 还有一排的灯 然后这些灯就会打在这个 反响板上面 就会变得非常的酷 期待期待 最上面啊 不是有三颗吗 对啊 可是这个又比较好 是三颗 现在有两颗 虽然亚云的灯光设计超厉害 但是毕竟大家的专业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花很多时间 互相讨论它的灯光转换的时间 到底要发生在哪些地方 反正所以这首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跳下一首 所以到时候给灯光Q是 昨天特别提的那一段 是我会抠我亚云 好 然后后面这一首是都我抠 它是有点像破光明明的感觉 我觉得是那个紫色有点没出来 这上面写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对啊 等一下给他吐息 什么东西 他有一个记号啊 这个这个这个 好猛猛喔 这是什么啊 这是最后一个音 我很怕我找 我很怕我这个就走了 因为有了灯光 有了投影片 还有舞台上的表演 所以整场演出 就比一般的音乐会 还要来的复杂一点 在继续彩排的时候 就需要有一位很专业的舞间 来确保这一切都可以顺利的进行 我会判定一下 我会写 诶 表演一下你的 线布的那个灯光八十一 你会绑在一起吗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音乐的最后一段 再来一次 然后让你抓这个音乐的另一个 到时候安迪会帮你开 好 诶 不好意思 好吧安迪一定会帮你开 然后门会关闪 然后我继续拍拍拍拍拍拍 好我再出来 虽然整个过程花费了这么多的人力跟物力 但是最后的成果 只能说非常值得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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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啊,以上就是這兩場演出的一些分享 這應該可以算是我們音樂家的無聊人生工作室的年度製作吧 我自己在準備的過程中壓力非常大 兩場演出的前一晚都是嚴重失眠完全沒有睡著 演出的過程當然也不是完美的,尤其是台中場 但我還是真心希望透過這樣子新的嘗試 能夠為古典音樂的產業帶來一些影響,讓音樂會變得更好玩 也希望有更多原本跟古典音樂很遙遠的觀眾 都可以因為我們的嘗試,願意跨出這一步進到音樂廳裡面聽音樂會 所以今年演出結束之後,我們一定會再接再厲 歡迎邀請更多不同的音樂家做出更多更好玩更酷的音樂會給大家看囉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多多支持 影片的最後啊,我們就用這場演出最後的幻想波蘭舞曲作為結尾吧 我們就在影片結束之後,下次見,掰掰 影片結束之後,我們有一些畫面的影片 今天影片結束之後,在影片結束之後,我的影片結束之後 影片結束之後,我們要結束之後,我們有多點想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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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audis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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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audissements